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带中国人 欢迎您再度加入亚洲很想聊 被联合国认证的国际恐怖组织塔利班回来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阿富汗 阿富汗变天了 阿富汗变天之后 阿富汗明天会怎么样呢 阿富汗对你我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加入我们现场 第一位嘉宾是目前在美国的旅美学者 陈晓农先生欢迎您晓农兄 谢谢谢谢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 和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温明贤先生 温教授您好 对值得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 不过一开始我们现在虽然谈阿富汗 我想把焦点先拉回台湾来 因为真的是先依法动全身 就在我们节目录影前的不到48小时 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么他认为说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局势的这个演变 其实会让台湾有坏的事情发生 他认为这个中共在内 那么都会嘲笑这个美国的这个软弱 但是很快的就在我们录影前的几个小时 有新的这个发展 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接受ABC访问的时候 拜登他说呢 他引用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第五条 他认为这个对任何北约盟国的侵略的或敌对的行动 美国都会做出回应 同时他也在他的口语当中强调 对日本和南韩以及台湾 美国也承担相同的承诺 因此他认为阿富汗的情势呢 那么不能够跟这个台湾的情势来相提这个并论 换句话说那么各方都解读拜登第一次的明确承诺 说要对这个台湾进行防卫 同时如果说有入侵的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 那么会协防台湾 当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清晰改变的时候很快 就在我进摄影棚前的不到一个小时 在美国又发出一个新的这个消息 就是由美国政府官员以匿名的方式 但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告诉媒体说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的 因此我想回来先请教两位 两位认为特朗普说台湾会有坏的事情发生 那么跟这个拜登 那么先说这个他会协防台湾 然后又开始更正 这表示台湾真的会有事情发生吗 我们是不是先请在美国的这个陈兄您先说好吧 我觉得有没有台湾有没有事情发生呢 我们不能光看西方媒体还得看中共媒体 如果观察中共对外宣传的官媒 其实一个月前中共已经明确的宣布说 他要准备武力攻台 而且公布了他军事方面战术方面的各种计划和方案 所以实际上这是有报道的 也就是说台湾现在不能够假定说和中共要好好谈 坐下来和平就没有事了 没有用 中共是准备要有武力的动作 所以川普讲台湾会面临这个压力有麻烦发生 这一点中共已经告诉台湾了 只是说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点 是 翁教授呢 我觉得首先这是中共对台的一种认知作战 中共对于从国际媒体 从台湾内部进行各种不断的这样的一种宣誓 所谓的不方计武力犯台这样的讲法 自然会随着这样的阿富汗事件的产生 而发生它的效用 第二点所谓的台湾有事从2016年以来 当民进党在英文中上海之后 那么中共切断所有两岸的一个联络交通管道 那么不断的进行对台的军事的演习 那么最近这两天也侵入我们的西南的防空识别区 跟我们的这个演习的靶区 那显示出来说他们是步步进逼 所以台海一直有事也一直不断的在发生 那某种队也会继续俄化下去 那第三点当川普提到台湾有事 台湾要注意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基于他在任内 那么针对中国进行所谓的科技军事 共和党的一个交流体验理解到说 中共不会放掉所谓的以武力 来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的一个思考 所以他提出来事实上是要来警告台湾 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发展会有后续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一张三点 是可以来解读川普讲话的一个所在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是前几天 8月17号那一天就是原来是我们的海军 台湾的海军在进行演习的时候 那么中共他同时也宣布了要进行演习 并且他们大规模的这个军机 以及船只进到了这个演习的这个区域里面 这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然就像刚刚翁教授所说的 那么中共很想的是一步一步的在进逼 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要发生全面的战争的机会大不大 但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大为增加的 可以不难看出 那么中共在军事的作为当中 他不断的这个摸着十字过河 一直不断的试出去紧缩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卫的 这个区域跟防卫的这个能力 不过再加上美国 美方一方面所谓的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 似乎一直抓不定 今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拜登很明确的表态之后 美国政府官员又再度出来的进行这个 澄清的这个动作 这些动作在我个人的观察里面 我觉得其实也都给予了中共一些机会 让他们这个利用这种机会一直不断的 试图的把这个金箍棒一直往前的一直收下来 对台湾当然相当不利 不过刚才陈教授您刚才在这个谈话当中 您很明确的说 中共的这个企图心从来没有改变的 您觉得您觉得在台湾并没有要摆明宣称所谓的台独状况之下 中共有机会那么让他有开火的这个机会存在吗 陈教授 有 其实中共现在就是说台湾有台独是他要统一的借口 其实台湾没有这方面的声音 中共照样要打了 我觉得目前为止 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何看待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这件事情 已经超越了擦枪走火这种可能这个层次了 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追问一下 那就是说在中共的国际战略里边 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究竟是他这个国际战略的最后一步还是第一步 换句话讲他对台湾的这种觊觎目的何在 我的看法是战略上他不是仅仅要统一 统一是个借口是一句假话 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中美冷战当中占得先机 把美军从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逼走 那么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最近中共明确的宣布 他加强了他的这个飞弹的部署 而且明确宣布说这些飞弹第一打冲绳的美军基地 第二打关岛的美军基地 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只是台湾 那么台湾对美中共来讲 他是把它作为前进基地来用的 在有点像大日本帝国打太平洋战争时候 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一样 换句话讲就是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只从两岸关系看的话 那会被中共抓过来当作打美国的一个跳板 是 欧将说刚才这个陈老师他的这个谈话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省思跟这个关注的 我们看局势的这个发展 当美国开始格外的重视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 同时从阿富汗撤军也很明确的表态了一件事情 美国他把他的重心想放在印太嘛 但是这些一个举措是不是反而让这个中共 他觉得他也同样的要去这个counterpot 这个美国的这个作为 那台湾当然变成一个他非常容易切入的这个焦点 那这样子的话台海的风云这个变数就大为增加了 就像刚刚这个陈教授所说的 汪汪老师您同意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地缘战略角度来观察这个议题 那么台湾特殊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 这是其他地区国家省所没办法取代的 那换言之如果当中共要越过第一岛链走向太平洋 那么进行两岸阳战略 那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么第二个那么在美中战略进逐印太地区 那么的角度底下 那么当中国能够突破台湾 那么走向印太的话 那么美国的印太战略基本上就发挥 没办法发挥它的效果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很清楚的 那么最近从拜登上来之后 都在讨论美国的对所谓的台海政策 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 那么透过不管是国安会的顾问苏利文 或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加上美国国安会印太师傅西大冠 这个Kirk Campbell的强调就是战略模糊 那么所谓的战略模糊是强调说 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是否出兵 那这保持一个模糊性 那因为保持模糊性就产生两种嚇阻 一种是嚇阻台湾所谓的走向法理台独 那一种是嚇阻中国大陆用武力进犯台湾 所以这个战略模糊到不止为止 那么还没有因为这个阿富汗战争的结束之后 那么有所调整的松动 那么虽然拜登也透过 这个北大西洋共和组织第五条 强调集体防卫的权力 也把台湾南韩日本拉进去 但是这个还要有后续观察 那最后一点 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说 他把所谓的对台统一 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政方针 那么事实上这是基于习近平的一个内任考量 那么未来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 那么习近平他一定要在两岸有所成果 那么才能够对内对外交代 那么才有利于他第三度的持续的连任 所以在这种政法底下 那么他可能也会基于他2005年 所推出的反推内国家法 那么其中有载明七项情况底下 那么换言之不一定是台湾搞所谓的台独 或者是所谓的美军介入 那么中共如果他要运用攻台 这个军事威胁来当做他内政的一种支撑的话 那么他可以找很多理由 那所谓的理由就是以非和平的方式 来完成所谓的组合统一 那么这个非和平方式事实上就是武力 所以我觉得以上这几点 也可以来助教这个日本所谓的战略模糊 跟战略情形的问题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几点 就是今天看到美台关系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不能离开一个背景 或者是一个维度 那就是说中共和美国之间已经进入冷战 有一年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冷战状态下 美国现在保持战略模糊 他的对台湾 他其实美国不光是对台湾 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保持战略模糊 拜登当局现在几乎在冷战问题上 就保持了战略模糊 他不愿意明确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你当然可以理解为说是 他想留一些个决策的空间 而不要一下子把牌全部摊出来 但是冷战已经形成 那就是说中共是去年上半年 采取主动的三个动作点燃了中美冷战 这三个动作全部是军事层面的 那就是派出舰队到中途岛 威胁美军 第二是宣布必须占领南海 作为它战略核潜艇 向美国发射洲际核导弹的发射阵地 第三是宣布说它的北斗卫星系统 完成了对美国全境所有地点的精密制导功能 可以引导中共的核弹头准确打击美国的任何地点 这三个动作对比美苏冷战射击古巴导弹危机 可以说就是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了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美国它的应对 我们先不谈拜登当局这个外交层面的做法 我们来谈谈美国军方 美国军方实际上现在 它的冷战的前沿 并不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海岸上 而是在台湾 也就是说台湾现在是美国国防的第一线 为什么这么讲 原因是现在的冷战 21世纪的冷战和20世纪的美苏冷战已经完全不一样 由于核导弹的发射距离大到的加长 现在达到1万公里 中共已经明确宣布说 它只要把南海潜艇放在南海深水海区 就可以随时从南海发射核导弹打击美国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必须要考虑的地缘关系 其实不在地表上 是在地底水下 也就是说它要看的是怎么样防范中共的核潜艇 对美国发动核打击 那么如何防范的话呢 那就是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区别在于 第一岛链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 以及黄海这些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 水深都在一百米左右 核潜艇在那里藏生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美国频繁的出动反潜侦察机 中共的核潜艇一活动 马上美国的反潜侦察机会在它的上 反复的侦测搜集资讯会几个小时徘徊飞在它那个核潜艇上空 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作用 那如果说中共越过了台湾进入这个跳出了第一岛链 那么美军基本上因为台湾的东部就是太平洋深海区 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核潜艇很容易藏生 而美军的反潜功能就大大的弱化 也就是说美国有效的保卫国土 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方面的手段就会大大削弱 因此从美国国防的角度来讲 美国没有退路 要么就是听任中共的核潜艇随时在太平洋的任何地方发射导弹 威胁美国让美国无法应对 要不然就是守住第一岛链 在第一岛链以西的地方随时监控中共的战略核潜艇 那么中共现在之所以我说它对台湾威胁 其实不光是新它现在是新战 但是它也确实有这样的军事计划 它的目标不是所谓的统一 而是说是走向它和中美冷战军事对抗层面的第一步 它突破第一岛链还有后面更多的战略规划 那么我再插一句就是其实中共不 台海这边只是中共中美冷战的一个跳板 那么中共还有另外一个大动作 就是它正在面向澳大利亚 我这里只提一句 中共已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 靠近澳大利亚北海岸很小的岛叫达鲁岛 已经和当地政府签约 准备投资四五百亿美金 要租借55年建海军基地 换句话讲中共还准备在那里 要建立大型海军基地 那个基地的真正的功能将是切断 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联络 这个战略又有点像大日本帝国 上个世纪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南清战略 的确如果我们从整个大的战略来看的话 的确中共它的部署它的想法 可能我们必须重新的来思索了 但是在台湾我想台湾基本上不想去发生战争 当台湾一直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自保的这个能力 但从阿富汗的这个局势的这个演变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虽然它的撤军撤的不漂亮 但是尽管拜登的这个支持率是下滑的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在美国各大媒体 他们所做的这个问卷调查里面 如果单单对于阿富汗撤军这一点的话 基本上那么是美国是美国人是压倒性的支持 要进行撤军的 所以这也是拜登他在谈话当中 他几度的讲到说 这个美国不想去参与一个 连自己人都不想打的这个内战 他指的是阿富汗的这个内战 可是我们如果看到中共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作为里面 从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法理基础 跟他实际的作为当中 因为现在跟北京建交的是美国 刚才这个翁教授也提到了 在战略的模糊状况之下 他除了有意的要阻吓这个中国大陆之外 他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要阻吓台湾台独的意味存在 但是如果那么中国以这个内战的这种姿态 去这个引发这个战火的话 那假定有这种可能性 台湾应该怎么做 让别人知道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内战 或他不应该是一个内战 台湾在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的 跟全球警示的翁教授 OK那我觉得首先我没有了解到说 阿富汗不是台湾 那么台湾不是阿富汗 阿富汗的问题到今天为止 他是有很多的深层的美国对外战略 那么还有中亚地区战略 那么强权战略的一个三方交织的结果 那欢迎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美联社大概有62%的民众认为要撤军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拜登的一个主要二维思维 对他来讲内政稳定 那么建立这个工业 那么2020年的进行年转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那当然当他退出阿富汗之后 最大的问题是因为 整个的这个哈利政府的这个 跟塔利班并没有进行和平协议的交货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渡期间 那么美国却忘掉这个塔利班 竟然能够攻准内地的进入这个阿富汗 所以才让整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讲这样的一个思考是在强调说 那么今天台湾那么某人度 那么是一个民主自由 那么内政休民的一个国家 那么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 他所担负的不仅是所谓的反共的全烧 自由民主基地 还有很重要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 台湾的科技精源 那么也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从去年到现在 那么台积电连电这些都是成为全国 全世界重要的一个产业供应链的一个腰点 所以台湾所发挥的能量 不只是一个民主自由跟经济化科技的问题 那么还是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重爱律反 那么在这个重爱律反过程当中 那美国事实上已经透过台美关系的加强 透过TIFA的加强 或是透过在6月中跟机车本国家的这个会议公报之后 所做的这个宣言认同台海稳定的一个重要性 维持现状的必要性 那从天才来看的话 台湾当然跟阿富汗不一样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那么台湾本身的国防武力 那么在1953年到1979年 那么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那么从1979年那么台北断交之后 那么台湾努力建构自己的国防工业伸展自治能力 那么台湾有能力发挥一定的 强化的一个示范点 那么刚刚这个陈教授也提到 有关于这个中国高陆地岛链 这个所谓的中国高陆沿海是潜水区 不适合潜舰行为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不适合潜舰行为 某种程度它就让台湾有一种 不对称的能量的发挥 所以这里面来从川普授予给台湾11项武器 那么拜登最近也付给台湾4项武器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台湾在不断的建构自己本身的国防能力 跟所谓的国防能力的时候 那么也可以有意来辞职整个解放军对台的行为 那这样才能够耽误起整个在亚太帝安全的角色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主要课题 是的 好我们把焦点回到这个阿富汗 塔利班anyway他已经上台了 当这个美国匆忙的这个撤军引起很多人的这个议论的这个时候 当这个兵败如山岛发生 几乎塔利班不费这个一兵一枪一弹 就进到喀布尔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整个对外的这个宣传 跟所谓的形象摆出来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到了塔利班跟过去是不太一样 或是相当这个不同的 特别是他在几度的这个宣言里面一直强调说 他们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政府 我想请教两位 这种包容性政府的这个可能性会发生吗 是可能会存在的吗 陈教授 他会这么说 但是他能不能这么做 我们要看 我想先说一句 就是我们不能把阿富汗当正常国家 阿富汗不但不是正常国家 而且是一个高度落后的分裂的很快土地 他现在这个所谓的塔利班 他所代表的45%左右的人口的 其中的普什图人 他们这批人对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有很高的兴趣 或者说被洗脑洗得很厉害 但是原来刚刚垮掉这个政府 他的基础主要的是 这个阿富汗的乌茨别克族和那个塔吉克族 这两个族是比较世俗一些的 对伊斯兰这个宗教没有太大兴趣 那么更大的因素是 他们是和塔利班在宗教在族裔 在各方面都是对立的 而且这种对立不是政治对立 是武装对立 也就是他们是两种 两火军阀集团 所以应该讲阿富汗几十年来 从来就处于内战状态 是真正的内战在一天天开枪开炮的 因此在这种局面下 我们今天也知道原来的这个阿富汗政府的 这个副总统已经宣布要对这个塔利班进行抵抗了 换句话讲内战已经打响了 这边塔利班政府说我进总统府了 那边原来的副总统说我们开始打吧 那么塔利班加上这个就是我说错了 就是塔吉克族和这个乌茨别克族这两个族群 他们的人口占阿富汗30% 也就是说他们也是灭不掉的 也是武装起来 而且他们有蛮不错的先进的武器 因为这一次美军过去十几年来 给他们援助的武器都被他们给了这个族群 这个阿富汗的原来政府的警察的指挥层 和他的军队的军官基本上来自 刚才讲的这两个和塔利班对立的民族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内战不断爆发的时候 塔利班是很可能使用 他过去习惯使用的那些 这个对内高度镇压的手段来维持局面 这是一方面 另外塔利班从来没有宣布说 他要放弃他那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相反他已经在国名上都已经改过了 也就是说他要坚持那一套 那一套是和这个所谓的和解 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他首先他就不和西方国家和解 原教旨主义要求的是 政治上要敌视西方国家 敌视现代化 所以他根本不具有暴露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 阿富汗本来就是一个地球上的一块麻烦之地 那么他的情况当然和台湾不一样 你可以讲他是西亚的一个一块非洲 一块落后的非洲 和非洲那些军阀天天打内战的地方 没有什么差别 好的 欧教授您呢 您对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乐观吗 因为阿富汗的省 那么基本上就是不同的部落族群的一个组成 那么还有相关的地方武力民兵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国家 那么在8月15号当塔利班进入克布尔之后 两天之后8月17号方晚 那么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举行记者会提出五点的声明 那么其中第四点就是所谓的建立一个 伊斯兰酋长国跟包容性政务 那这是一个国家记者的问题 那国际社会要如何来看待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 还是如同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智英所讲的 持续跟新政府合作交流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观众来看的话 那值得我们持续去讨论问题 那另外这个塔利班政务目前为止 基本上内部安定很重要 但是因为它所谓的原教旨主义 那么不允许妇女抛头露面 不允许小孩出外 不允许妇女受教育 这些那么很难那么这一时间就改变 所以我觉得它目前的一些图片照片 都是在进行国际的宣传 我们看到塔利班的一些士兵 在游乐场玩这个小汽车 然后又穿着潮鞋 潮梯 那这些只是要来吸引 让这个世界的媒体注意到说 这个塔利班不是20年的塔利班 但是外表改变内心会变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很清楚的 所谓的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务 是要在整个塔利班所谓的原教旨主义 控制底下的一个国家 而不是所谓的新的改革的一个国家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会对于未来 那么它后续的内部的政治稳定 跟它的国际形象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未来不管是联合国 或是英美 中国等大国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所谓的一三九掌国 那么应该怎么来因应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换言之当美国全部要撤离阿富汗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接受ABC广播也提到说 那么他答应要撤退到最后一个美国人 应该为止 那么蒙鲁珠也紧急撤退到最后一个美国人为止 那之后的阿富汗的问题 不管未来怎么样跟其他国家交往 或是他内部的这个残害人权的议题出现 那么国际社会怎么反应 那么事实上是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我要补充就是 从2001年美国进入阿富汗 那么也有很多的国际组织 NGO 人道人权材料都进入阿富汗 那协助阿富汗来进行从政 进行公民社会民主化 但是经过20年来 那么可见得它的成效有限 那某种程度我认为这个宗教 这个影响非常大 那么也是内战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的确阿富汗本来就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 那种现代化的这个国家 这当然跟阿富汗长期的历史发展 还有它的地缘关系 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不过在过去到现在为止 塔利班还是被认为 是一个国际的恐怖组织 可是我们看从欧巴马时代开始 其实就已经开始主张 要从阿富汗撤军 一直到了这个特朗普时代 他终于跟这个塔利班开始签订这个合约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当美国跟塔利班的代表 坐在这个会议桌上 两个平起平坐 那么签字的时候 其实我相当程度的那个 程度上认为 塔利班今天有这样的这个地位 是美国给予的 因为就在那个签字的那一刹那 跟会议的进行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承认了这个塔利班的 合法性的这个存在 这也是导致今天 在这个阿富汗局势 更加恶劣的这个状况 像刚刚陈教授所说的 塔利班他们所信奉的这个原教主义 他不仅是这个 我们认为是可能比较狭隘的 他其实还有一个使命 他是要对外去拓展 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主义的 换句话说 假定他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宗教的 这个心理没有改变的话 很显然他对外还是一个威胁 因此我就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 当年阿富汗 当年美国禁军阿富汗 是为了反恐才去禁军的 假定美国认为 要去签字谈和谈撤军 那理论上是因为 他应该认为说 这个恐怖的势力是不存在的 可是现在又担心说 塔利班的这个势力 会不会死亏复燃 好两位 您觉得911的这种恐怖事件 它重现的几率有多大 陈教授 911它不是美国和阿富汗关系的起点 要往前再推20多年 实际上阿富汗这个本身的 它的问题内乱等等 是在1970年代就发生的 那个时候美苏两个国家全都进权 苏联是干脆对派占领军 占领了阿富汗 因为它扶持了一个共产党政权 一个左派政权 想要这个 它的苏联的战略目的是 在美苏冷战当中 利用阿富汗去给巴基斯坦制造麻烦 然后让巴基斯坦难过 那么影响到中国 中共和莫斯科对抗当中 能够受到点削弱 所以这样苏军进了阿富汗 因为美苏冷战 那么苏军进了阿富汗以后 美国很自然的 就要想办法削弱苏军的力量 因此它就扶持阿富汗的抵抗组织 那么塔利班其实就是当年 美国扶持的对象之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以前一直和塔利班坐在一起的 70年代根本就是 当时阿富汗抵抗组织 在70年代到80年代 打了几百架苏联飞机打下来 那用的飞弹就是美军提供的毒刺 叫独争飞弹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朋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对塔利班本来不是完全不了解 而且是他们支持的对象 塔利班是因为美国支持才兴起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严格的说 就是这个现在的塔利班 因为他们现在这些人 就是他们的当年打苏联的那批 阿富汗人的第二代了 那么问题是情况在不断的变化 当年是阿富汗这个陷阱 这个尼坑把苏联逼得最后全面撤军 苏联最后垮台也是垮一部分 跟阿富汗这个撤军有很大关系 那么是不是说今天美国撤军 就是可以对类比苏联撤军 甚至有人把它类比美国从越南撤军 我觉得也同样完全不可比 越南撤军其实美军当时是发现说 在这个中共的边缘地带 就是东南亚和中共支持这些 这个越共势力继续长期打下去 不但美国国内不愿意 而且这个也打不出结果来 因为越战打了很多年了 所以最后美军决定撤军 那么这个过程中实际上 有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关注 那就说美国其实已经部分达到了 他在东南亚防止多米诺骨牌 就共产党阵营制造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个事情美国之所以从奥巴马到 川普到拜登都决定要撤军出来 实际上阿富汗对美国来讲 不管他打内战也好 他对内搞恐怖活动也好 或者对周边地区骚扰 对美国来讲其实无关痛痒 他骚扰在哪里 哪些国家 巴基斯坦 中国 俄罗斯 所以是那些国家的麻烦 并不见得是美国麻烦 对美国来讲 美国没有必要维持一个腐败的阿富汗政府 在那里继续投资继续花钱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阿富汗拿领美国给的军费用来付的工资的这批军警 在政府的名单上35万人 如果点人头的话只有25万 空额有10万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阿富汗这些军队不打仗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卫国呀 卫民啊 他没有这思考 这批人就是去混饭吃的 而且五分之四的这些人都是文盲 美军想训练他们做一点有用的事情 先得教他们识字开始 所以一个文盲程度极高的 政府高度腐败的这么一个国家 仅仅是在它的大城市里有一部分 受过现代化教育的文化人或者你叫他知识分子 那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的 所以美国退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 至于现在西方国家对美国有很多指责说 美国影响力下降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里面西方国家本身是有错的 为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欧洲的国家 特别比方讲德国法国 他们是不是长期在占美国的便宜 自己不用军费 像德国的军费每年只占 按北约规定是2% 他只有1% 一半都不到 德国以前有些媒体报道过 他的飞机飞不起来只有几架能飞 坦克基本上都是坏掉的 军费是用来养人的 那么他的国防靠什么 靠美国 但是他又不肯自己投入军费 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美国纳税人 再出前替德国做国防 我觉得我们是很冤枉的 我也不认为这个美国有这个义务 要替这些吃美国大锅饭的这些国家 永远承担这些责任 毕竟我们的税收是我们一块钱 一几块钱交出去的 我们的钱也不是上帝给的 也不是阿里巴巴四十大道偷来的 我们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 是 我想您的这个看法 还是很典型美国纳税人的这个看法 这个基本上阿富汗是这个天高皇帝人 另外这个地方因为异于躲藏 所以在阿富汗附近的这个 巴基斯坦 印度 新疆附近 中亚 那么事实上长久以来 都有很多的不同的集团恐怖主义 在那边这个活动 所以西方国家也很担心 当这个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 阿富汗不被成为所谓的 跨界的恐怖主义的活动基地 那基本上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宗教 这个原教旨的背景 那一方面都有所谓的对抗 所谓的西方大国家的一个战略思维的话 那某种程度是异于被吸收 所以现在中国也很担心 那么所谓的新疆的维吾尔人组织 那么或是所谓的东托吉斯坦 这些组织会不会因为阿富汗政杰益夺之后 那么开始在附近的活动 那么就会造成对中国西北边境的影响 但是在阿富汗这场战争 从2001年进入阿富汗战争 然后开始搜索打击 到2011年在巴基斯坦的首都 伊斯兰马巴德附近 那么也把盖尔兰基组织的毕拉登 那么签灭之后 那么对美国来讲 在阿富汗这场防洪战争的战略目标 已经达到了 那么如果再透过不同的外交经济 相关的途径跟耗贿更多的资源的话 事实上是已经没有必要再支撑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因为你不可能去扩大 不可能再从像2003年进入伊拉克之后 跟伊拉克进行所谓的民主重建国家重整 那么美国从来都没有把阿富汗的国家重建 当作一个目标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从欧巴马到川普时代都在考虑 事实上准备要把他撤罪 所以某种程度阿富汗也知道说 美国一定要撤军 他们准备要撤军 那问题是怎么样的克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到不止为止 当我们看到总统拜登 接受各个媒体访问的时候 都很清楚的表达 有必要留在那边吗 那么一场无限期的战争 那最重要是这场战争带给美国什么样的战略目标 当美国从阿富汗这个撤退之后 那么阿富汗带来的不是一个和平稳定 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保我线 那么相关周边国家 可能就必须要发挥更多利益 那么这样美国是可以从这个战略移转 那么来全力对付中国 当他能够全力对付中国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其他的知觉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从以上三点是可以来解释 那么未来不太会有所谓的 2001年的这个911的所谓的巩幕主义攻击 但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资讯的发达 那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资讯巩幕主义 所谓的内911的事件 那倒是有可能在发生 因为所有的恐怖主义分子都可以用网络 媒体用这个APP小道来影响 所以某种程度就必须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会更大 好当美国撤出了这个阿富汗 中国有没有可能取代现在在阿富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力真空 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 我想我们也可以用战略模糊的这个方式来形容中共的这个改变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恐怖组织或者是恐怖攻击行动的时候 其实包括了中国他自己也认为他们面对了这个恐怖的这个攻击啊 那么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所谓的东突厥 东突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跟阿富汗 特别是塔里班势力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 当然我们也看到塔里班的高层在天津跟中共官方表示 他们不会去庇护任何的这个会攻击这个中国的任何的人士 但是对于中国人他们当然还谨慎的这个看待 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机会 就是阿富汗的经济在过去20年尽管有美国的这个驻军在 可是他们的经济仍然是没有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但是在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之后 当美方撤出了会不会给中国的一带一路 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的机会呢 翁教授 我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么在中亚地区是透过中巴经济走廊 那么因为这个经过路线有经过这个克萨米亚 所以印度也很反对 所以中国跟巴西党的经济走廊 某种程度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么如果这个阿富汗这个未来政情稳定 那么中国跟阿富汗那么会进行相关的协商 那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从经济方面 那么提供给这个塔利班政权 未来在国家机主建设道路材料方面提供更多的协助 那么有利于这个中国开拓 这整个一带一路往中亚的一个方向 但是一定程度的是整个这个阿富汗地区内部还是动荡不安 所以中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说 这个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议题出现 那么影响它整个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 那么某种程度也必须要观察后续的稳定才有办法进行 那中国要考虑到是未来这个巴基斯坦印度跟阿富汗地区的关系的一个走向 那么再重新思维它未来的这个布局 是不是能够再从阿富汗地区要往这些走 那目前这个中国透过所谓的从这个阿拉伯 沙子阿拉伯所谓的波士湾地区的游路航线 那么这个建筑珍珠店的一个岛链来维住它安全 那么如果阿富汗地区能够通的话 那么更有利于它这个中亚 这个往这个波士湾地区印度亚地区的发展 那么更能够牵制未来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未来可以思考的变数 是 陈江苏您觉得呢 这个一带一路在那边发展可能性如何 我觉得一带一路已经本身就不重要了 因为中共原来提出一带一路 不过就是想把这个美国的市场这边 没办法再扩大以后 它想要在欧洲以及非洲还有中东地区 寻找商品的销落 也同时想为它那些基础工程 这个基础设施投资的这些工程 公司提供找到这个工作的场所 到那边赚钱去 所以它一带一路是他们用了一个帽子 那么现在其实一带一路已经能做的差不多了 中共对西欧看重的是它的市场 那么现在它主要靠的除了海运就是靠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跟阿富汗没有关系 走的是前苏联的那条路线一直进入德国 那么所以这样讲的话一带一路的铁路运输的主要线路 其实和这个阿富汗没有关系 那个阿富汗那里没有铁路 所以谈不上这个为中共一带一路夫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会去讨论什么骆驼队之类的 那个东西也不存在了 那么中共现在和阿富汗的最大的关系 经济关系是阿富汗经济是三条腿 所以毒品矿山的这个租赁权 再一个就是美国援助 现在美元是没有了 美国的援助没有了 那么毒品呢 现在可能因为没有美国的约束 可能更加泛滥了 所以它会和周边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会发生更多的摩擦 那么剩下的就是矿山 阿富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矿产 开发主要是中共的公司在开发 所以中共在那里倒是有很多经济利益的 阿富汗那个塔利班也很清楚地知道 需要给中共这样的利益 它才能从中收到税 或者说收保护费 塔利班是收保护费的 现在它可能换个名字叫税 但问题是这种关系 本身也会成为塔利班勒索中共的手段 那就是说中共你要是不给我足够的好处 我就会让你的矿山开发矿石开采 矿石运输 遇到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麻烦 那么中共真正害怕的 其实是苏联的教训 是这个事件就两 原来有两个超级大国 现在中共想变成第三个 前两个美国苏联都在阿富汗吃过亏的 苏联是一个堂堂的共产党超级大国 就硬是栽在阿富汗 对苏联的教训 今天的俄国和中共 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他们知道在阿富汗 你投资进去是打水漂的 然后援助进去是没有 不会还你的 然后你要指望阿富汗人 不吸毒去养羊种地 那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对中共俄国来讲 他们对阿富汗这个 现在塔利班这个政权 更大程度上希望的是说 你不要来给我们添麻烦就好 俄罗斯已经讲得很明确 普京讲了说我们 大使馆留在那里边界 那边我们看住了 然后你不要给我们添麻烦 我们就不跟你麻烦 我不找到你的麻烦 所以大家都是一种防范心态 就不管是这个种族裔冲突也好 还有这个人权问题也好 经济问题也好 毒品问题 方方面面阿富汗都是一个很深的泥潭 谁跳进去想要做点什么 基本上你那只脚就拔不出来了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Clubhouse的 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之一 Mr.Yal现在现场 我们欢迎你叶教授 各位好 主持人好 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太多的疑问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 事实上是美国现在的战略核心 以及它国家利益有很大的转变 主要还是在于说 美国过去对 尤其是从事实上 从大概冷战结束之后 甚至是冷战之间 它对中东 中东就有很大的一个战略意义 因为它要稳定原油的价格 不能让欧佩国家去绑架 美国的一个经济命脉 那可是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2016年川普开始 开放采取页原油之后 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现在美国事实上是全球 第一大的石油储备国 第一大的石油出口国 所以现在全球油价的命脉 是掌握在美国身上 那在经济上面 美国对中东的效益 就中东对美国的效益 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小了 那反恐战争这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是911之后 美国会出兵阿富汗 主要是因为塔利班政权 资助盖打组织嘛 所以它是等于说 去进攻阿富汗 去扫荡塔利班组织 以及扫荡盖打组织 但是现在更年高的问题是 其实在2001年之后 美国就大幅度的采取 不管是对航空运的一个控制 或者是它在安全上面的一个 尤其是飞航安全上面的一个把关 那现阶段来讲 这种跨国恐怖主义攻击 要攻击到美国的homeland 美国的本土的几率 其实为乎其为 打个比方好了 我们不要讲阿富汗 我们讲一些其他的中东国家 例如说你如果从卡达 从UWAE 甚至是从沙奥地阿瑞比亚 你从这些国家 要飞到美国的话 你的安检不会像是 我们在台湾飞到美国来说 这么简单 就是台湾的海关检查完之后 你就上飞机了 在你要搭到飞机之前 一般来说你会 你跟你的行李都会经过 六到七到的一个安全检查 那在这样的安全检查里面 你要侠带什么东西 你要有办法可以在飞机上 做什么的可能性 真的是回乎其为 所以美国现阶段来讲 尤其你从2018年的一个贸易战开始 美国的战略核心就很明显 他就是经营印太战略区 他就是在面对 现在中国对于美国霸群的挑战 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封锁 只是说这个封锁到底会 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底是如现在我们说 就是维持强烈的一个国际竞争 但是同时间在可以合作的地方 继续跟中国继续合作下去 还是说可能会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新冷战 跟中国的完全脱钩 也就是一个decapolis 现在就带来讲 我觉得美国华府那一步 还是在进行这样的讨论 那现在讨论并没有一个核心的结果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阿富汗撤军 事实上是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原因是在于说 美国撤军没有好的方式 他撤军事实上在6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 那现阶段来讲 911之前要把所有的美军全部撤出来 本来就很困难 然后这样的一个撤离自然会造成 阿富汗的一个权力真空 然后阿富汗政府军 当他失去了美国的援助的时候 他面对塔利班政权就像是 基本上就是像一个残兵一样 好像没有反击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的一个环节是说 美国事实上是在把战略核心转移到 所谓的不管是中国东海岸 南海甚至是像是中亚国家 以及东南亚国家 那这样的一个核心战略 台湾作为一个第一岛链的角色 事实上对美国来说 它有很强烈的一个战略意义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当然我们刚刚讨论很多东西 可是现阶段来讲台湾的媒体 甚至是在国外的媒体 都有类似的一个言论 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会背叛盟友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不可信的一个国家 但是其实美国在做任何一个外交策略的时候 它都是遵循自己的一个国家利益 那现阶段来讲它的国家利益是抗中的 其实跟台湾以及跟其他中国中美国家 都有相似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类似 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妥当 我先补充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的 这个刚才发言的是叶尔元教授 叶教授他目前其实人是在美国 他也是在这个交授国际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发言 那么也对我们节目的声色不少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没办法再继续的开放 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进到我们这个现场来 也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加入我们的现场 我想我们谈阿富汗 原来这个远在天边的国家 谈一谈好像跟我们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地缘政治正在改变当中 为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当然持续的关注 同时今天都已经是21世纪了 那看起来国际政治的这些变化 这些组合这些分化 甚至对峙以及这个斗争 都还是充满了相当浓厚的 丛林的这个性质存在 因此我想未来的局势 对所有的各国领袖的判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 我们将持续的关注 也谢谢您今天收看跟收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两位在线上的嘉宾 谢谢您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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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